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五百六十四集 有缘的一对人 蛮荒很大 具体多大 很少有人能说出具体 可几乎每一个对这世界有所了解的修饰 都可以说出蛮荒的大概大小 因为这片世界如果是一个圆圈的话 中间是通天海 四周蔓延出四条大河 哪些支流也好 西流也罢 又或者是墨游 都如树枝一样 顺着四条大河去展开 通天河所在的地方 就是通天的世界 而通天河无法蔓延的地方 占据了这圆圈几乎一半区域的位置 那里就是蛮荒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 是长城外皆为蛮荒 通天世界内 四条大河中间的区域都有长城 这个四段长城如同大门锁死了蛮荒的同时 也封闭了通天世界 如果能站在一个足够的高度 低头去看 可以看到 这四段长城连接成为一个巨大的圆圈 仿佛大小两个圆圈套在一起 如同两个同心圆 内圈是通天世界 内圈与外圈之间的区域则是蛮荒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 绕着蛮荒走一圈 只要可以成功通过 那么就不需要通天海的航行 去到东南西北任何一条河脉所在 而此刻 在这蛮荒的深处 一片未知的区域里 有一处似乎没有边际的丛林 丛林无比茂密 方言看去 无数参天大树 其树冠几乎都连接在了一起 能将阳光分割的支离破碎 散落在树冠下 这片弥漫了腐烂的沼泽之地 整个蛮荒 如这样的丛林多不胜数 这里虽没有通天河的灵力 可对于万物生长没有丝毫影响 甚至仿佛是少去了某种束缚 使得蛮荒中的草木也好 土著也罢 在身躯方面都极为的粗壮 在其中一棵大树下 这里四周有大量的白骨 还有一些飞鸟的毛发 以及被啃咬后的碎骨 在这堆骨头的中间 靠着大树 坐着一个人 此人头发脏乱 甚至有些打击 正不断的撕扯手中的鸟兽之肉 向嘴里不停的塞着 发出阵阵咀嚼的声音 这声音在这静谧下显得很可怕 仿佛此人已饥饿到了极致 生肉那都无所谓了 而且看着四周的瘦骨 显然这个家伙这一顿饭 吃下的数量实在是太多 十分的恐怖 而在不远处 另一棵大树下竟有一举尸骸 这尸骸躺在那里 似死亡的数月之久 尸骸已经腐烂了好多 样子有些看不清了 不过从衣着去看 似乎是一个修士 而且其旁边还有一个厨带 活着的 正是疯狂啃咬肉食的 是白小纯 死去的那个人 白小纯也想知道他是谁 两个月前 一个雷雨交加的夜里 白小纯被传送到了这里 处于重伤状态的他 挣扎的爬到了这棵大树下后 用最后的灵力 勉强的取出了受损的永夜伞 插在了旁边 凭着磁散的威亚来保护自己后 他就失去了一切力气 只能躺在那里 一动也动不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 他看到了在不远处 那棵大树下 躺着一个青年 这青年当时还没死 他目瞪口呆的看着白小纯 似乎觉得不可思议 又觉得匪夷所思 两个人无力说话 只是大眼瞪小眼 看了半晌后 这青年却脑袋一歪 就这么的死了 他这么一死 白小纯也吓了一跳 紧张起来 可惜身体无法移动 虚弱的感觉浮现全身 而心绪的波动 使得这疲惫加剧 于是昏迷过去 醒来时 已是七八天后了 可惜身体依旧无法移动 这一次 他的伤势实在太重 说是重伤 宾死都不为过 而且这里的灵气枯竭 白小纯想要恢复 需要的时间更多 不说 就连除袋也都没有灵力 暂时无法打开 在他的四周 还存在了不少的野兽尸体 这些尸体 白小纯记得昏迷前是没有的 显然 是在他昏迷的这几天 这些野兽靠近后 被涌夜伞的威压震死 同时 另一棵大树下 那青年的尸体 也因此被保存了下来 好在我拿出的是永夜伞 不然的话 估计我醒来时 会看到自己在被一口口吃掉 白小纯苦着脸 心底叹气 看着天空发呆 心中满是悲愤 想我堂堂万夫长 却落到如此地步 红尘老女 总有一天 我要让你知道 你家白爷爷的厉害 还有那陈和天 我和你绝不两立 这一次伤势太重了 白小纯想要哭 可越想越是悲愤莫名 他脖子不能动 只能眼珠子四下乱看 看着这里陌生的环境 他就心头担心的颤抖 好办上 他才勉强接受这个事实 从这里 没有通天河的灵气来判断 他就知道 自己被传送到了蛮荒中 许久 白小纯心底长叹 这么发呆 实在无聊 于是他斜眼看向那棵大树下的尸体 致死的原因 白小纯当时看不出来 此刻也渐渐的看出端倪 这青年的尸体透出黑色 显然是死在了某种有毒的树法之下 死毒催心 使得这青年新火燃烧 不但枯萎了心脉 更毒发了全身 看着看着 白小纯疲惫感又开始浮现 再次的昏迷过去 下一次睁开眼时 又过去了七八天 这一次他明显感觉 自己的头可以晃动了 身体也不再是麻木的没有知觉 而是出现了刺痛 仿佛有无数根针正在刺入 这感觉让白小纯很是难熬 可心中却松了口气 还好 能痛了 那就说明再慢慢恢复了 白小纯心底难难 眼巴巴的 看着四周的鸟兽尸体更多了一些 他觉得自己饿得要昏了 可惜只是头可以晃动 身体其他地方 没有任何力气 于是只能咽下一口唾沫 继续发呆后 又看向那具尸体 不由的又研究起来 是个修士 修为大概也就是筑机初起 不是与我一样 从地宫传送出来的 而是此地的魂修 看起样子 似乎是在逃命 白小纯也没在意 他琢磨着自己在这里 估计大半个月了 也没见到其他人 想来也不会有人再来了 就算是真来了 他也没办法 就这样 时间流逝中 白小纯对于这尸体的观察 也很是频繁 他几乎是眼睁睁的 看着那尸体腐烂 得出了很多的结论 不像是散修 应该是某个家族的族人 记得他死前的样子 很是憔悴 更有不甘心 应该是 有什么没有完成的心愿 年纪不大 很年轻 样子嘛还算俊朗 就是比我差一点 白小纯 时不时的低语 他实在是没其他事做了 只能慢慢休养中 难熬中 不断的观察那具尸体 直至看无可看 白小纯再次昏睡 终于 在两个月后的这一天 当白小纯再次睁开双眼时 他激动的发现 自己的身体可以动他了 他第一件事情 就是挣扎的爬起 扑向不远处的一头 被涌夜伞的威压 震死不久的一头野兽而去 直接一口就撕摇起来 两个月 他已经饿得眼睛都绿了 尤其是身体需要恢复 他觉得自己都快要空了 这一顿饭 他几乎将这四周能吃的全部都吃了 就连那些巴掌大小的飞鸟也都不放过 拔了毛就啃 越吃 他的身体就越是温暖起来 甚至力气也都慢慢的大了 到了最后 当白小春将这四周一切能吃的都吃光了 他摸着自己的肚子 觉得自己这才是真的活了过来 我又回来了 白小春激动的大吼一声 振奋中带着劫吼余声的侥幸 回想在藏宫的一幕幕 白小春觉得自己这一次是真的大半只脚 踏到了鬼门关内 感慨时 白小春看向那具尸体 这位兄弟 这两个月多谢你陪伴啊 我们能在这里相遇 也算是你我缘分 有机会 我会帮你报仇的 白小春轻声低语走了过去 捡起这尸体边上的锄带 与此同时 在白小春所在的丛林外 有一处突山 此刻在此山上有一处山洞 山洞里盘西坐着一个人正在打坐 他的前方有七八具尸体 这些尸体看起来修为都是筑机的样子 一个个皮包骨头 自生前被人吸走了血肉 片刻后 这打坐之人猛的睁开双眼 目中却没有精芒 而是暗淡很多 似乎有伤势在身 他看都不看满地的尸体 抬起手摸了摸自己 空空的眉心 咬牙切齿 白小春 你虽死了 可给我周一星带来的羞辱 我有朝一日 必定千倍万倍地 回报到你亲人朋友身上 此人正是周一星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